哈囉哈囉哈囉大家好我是PFI好久不見了各位 來我們之前來再... 哈囉哈囉大家好我是PFI好久不見了各位 來我們再來講一個之前其實有講過 不過那是在二轉的時候有講過 但在進二之後都沒有講過的 極速獵人我們的Auto要怎麼放 對但是這是我目前的放法啦 我覺得這樣子還蠻香的 對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唄 當然可能還有更好的方式啦 但是我就...我目前就覺得這樣OK 我把我的碗熊縮小一點好放旁邊 不然的話這畫面可能會卡住 好那就來吧 首先呢我們先講練功的部分好了 練功的話呢我會優先的先把鳥給他放上去 然後再來放的是範圍技能 那範圍技能呢我這邊選的是先劍羽 再來是多重再來是銳射 等這個放完之後呢 再來把我的專注跟惡點放上去 有沒有發現我少了一招 對我少了一招衝鋒劍 這個時候我就覺得不要放衝鋒劍 因為衝鋒劍有一點點太多了 對我大概兩招就夠了 我只是為了把這三招範圍技的空檔給他撲起來 那還會差一點點 因為我少了一個技能嘛 所以我這邊自動普攻就會打開 那至於說原地掛機還當前螢幕呢 我目前都是偏向原地掛機啦 可能看當天的練功位置怎麼樣 不過我很少用這個了 已經很久沒用這個了 基本上都是原地掛機 我連打王呢都是用這一套 好 那這邊為什麼要先選擇用這個呢 我個人覺得我真的還蠻愛的 當我今天把閃電衝擊給他點下 我不要他的傷害 我要的是他補充給我的王牌訓獸師 他這邊可以給我提升我的傷害 可以提升到15%如果疊到三成的話 而像我現在基本上我只要放 我只要放閃電衝擊的情況下 基本上都可以疊到三成 可是如果今天我放獵鷹突擊的話呢 要疊到三成反而會比較難一點點 很有可能就因為沒有疊到三成 就沒有辦法把怪物給秒掉了 可以看到像這個時候 我幾乎只要一發專注呢 就可以把一隻怪物給秒掉 但是我現在還是會被暈眩啦 有點尷尬 好正常而言的話呢 應該是我在練功的話 應該用一個練功方案會比較好 就是我把衝鋒劍點掉 因為畢竟我都沒這樣用衝鋒劍嘛 我把它拿掉之後呢 拿來補上我的動物殺手跟震懾 這樣的話或許我的秒傷會再來得更高 好我們現在來到了木莊人的地方 來我們一樣開啟咱們的技能AUTO 在剛剛那個狀況 如果我現在要測秒傷的時候呢 我會怎麼辦 首先呢我要先把技能給他改一下 我會把我所有單體技能呢 全部變成一個組合技能 那這邊補充一下組合技能怎麼用 一樣AUTO打下去 自動技能打開之後呢 會有兩組組合技能給你用 對啊 為什麼不開放多一點呢 我真的很缺你知道嗎 好我這邊呢 他有可以顯示說你可以放 他不是每一招都可以放 幾乎只要是範圍技都不能放 所以我這邊放了一個 輔助技能放星神跟狙殺 這邊等級呢也可以額外再做調整 那這邊呢一樣 我這邊第二個呢就放單體 當然你也可以改名字 可是我就懶得改 反正就圖案而已 好單體技能 我會全部放在一起 我會優先放專注惡連跟衝鋒劍 那這裡一樣呢可以去修改他的技能 就看你的CD而定了 對 然後把它 等一下來這裡來這裡 我把這個技能先給他拿掉 把這個技能呢給他放上去 到AUTO的地方呢 我會把我原本的專注給他關掉 對 就這樣 還有一個地方要調整 因為我這個鳥跟我的 多重射擊他其實會有點重疊 如果我今天太遠的話 我的這個鳥會打不到 多重也打不到 可是如果今天我太近的話呢 我的多重可能會打到兩到兩隻到三隻 所以我都會測一個進攻跟遠攻嘛對不對 近戰跟遠攻 那遠攻的話我怎麼測試呢 我會按當前的螢幕 然後按XX 好來 我會先走到很遠的地方 然後呢我們再按攻擊木槽 他會往前走 會設定一下設定閃衝 再按多重 可以看到多重其實比 比閃電衝擊還要來得近 所以多重真的是近到一個誇張 到這個時候多重大概就是碰到一下而已 對 就碰到一下 所以這是我設定遠攻的方式 那可能如果今天真的要測秒傷的話 我應該要把多重給他拿掉 因為多重在遠攻的情況下 其實很低 你看他佔的%數真的是低到一個爆炸 雖然比多重 比閃電衝擊還要高一點啦 不過相比其他招而言 真的是低到一個可憐啦 跟能跟他比的應該就衝鋒劍了吧 11% OK 那這個時候就是覺得 呃 測秒傷有點難測的地方 我就沒有想太多了 如果真的要搞的話 我應該要把多重給他拿掉 然後再去搞一下其他套的方案 或許才可以把秒傷給他撐上去 不過是急速列啦 我就沒有想太多了 反正我還會測一個近戰吧對不對 我近戰的話一定要開這個最痛嘛 所以我就測一個遠攻測一個近戰 那我就把他當作是我的秒傷了 他沒有辦法像平衡一樣 這麼好測 我就全部招下去就好 因為多重這招的關係吧 都因為這招讓我的秒傷的變數 就有這麼一點點的大 所以我寧願就測兩個 好那如果今天我要改成打王的方案呢 打王方案其實也差不多 就一樣是這一整套 但是但是 我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是會把他換成原地掛機 對因為我覺得蠻重要的 像今天如果我打幽波 或打獸人英雄的話 會因為這兩招 因為他要往前衝嘛 對然後我就死了 對如果今天不在 然後我就可能很放鬆的再打 而且我又扛不住 如果今天扛得住 當然無所謂 在扛不住的情況下 會因為這樣子 可能就不小心死掉 會變得不好控制 反正我現在打王的話 基本上我都在線上嘛對不對 我都是掛著在 不是掛著在打 我人都在這裡在打 所以我就會把他打開 開原地掛機 然後我就根據王的位置再去走 只是我現在會比較麻煩一點 像也是一樣啊 那個獸人跟幽波 我要這樣子去走路 走位去控制我的位置 讓我的位置可以放我的遠距離攻擊 又不會被打到 對這個狀況這個狀況 那我的自動普攻呢 這個時候在打王的時候 我就會打開了 有原因是一樣啊 如果今天位置真的不是很好 沒有辦法放出這樣子的話 中間就會變成空窗 其實如果沒有開普攻的話 他就會發呆等其他技能給CD好 那我這個時候就會把普攻打開 多多少少多一點點的輸出啊 但是在其他王的話就還蠻簡單 像打封兔好了 反正我基本上不可能會是 坦刀那個 所以我就全開 然後這個 這個時候看要不要關啊 基本上可能關會更好 可是我就懶在設定 我就直接這樣全開 然後衝到面前 衝到那個封兔的面前 直接尻王 這樣是最快的 這樣是最快的 OK 好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 那接著呢 我們再來少少補充一下 如果今天我要打 打塔的話呢 打塔的話我就不過去了 打塔就最簡單了 我會把所有技能全部關掉 對 所有技能呢 都關掉 然後呢 我只開一招 劍雨 對 我只開劍雨就好了 只開劍雨就好 反正因為塔的怪物都是一口氣來一堆 對 他都是一口氣來一堆 然後這兩招呢 會變成用手動的去釋放 對 好 我就會把它換成這樣子的畫面 然後我就只開劍雨 然後這兩招呢 會手動的拖衣去釋放 不然的話 我的魔真的會很快噴光 對 真的會噴超快 會噴超快 我這裡只有3700魔啊 我放一招的話 基本上 真的是 太貴了 真的太貴了 我不知道在塔裡面有沒有辦法救耶 現在是沒救啊 真的怎麼這樣 你看一發就要消耗 消耗掉138耶 所以我那時候都會點SP減免啦 如果我可以點個20次的話 我就等於是所有招式可以全尻了 因為等於是SP減免100%嘛 對不對 不過目前還沒有辦法到那個狀況就是了啦 好 那這個就是目前打塔的樣子 但是如果今天要在塔裡面打王呢 其實就跟外面打王一樣了 我一樣會全開 一樣全開一樣全開 然後不會開專注 因為我這招就已經包含專注嘛 然後星神也會全開 看情況 因為基本上也不差這個 如果因為這樣放技能死掉的話 像是酋長真的會幹爆 你知道嗎 真的會幹爆 所以有可能 就有開不開其實倒無所謂 因為會可能走到一半突然放技能有沒有 我本來就是你尻到一半 原本要尻進來就衝過去放一招 結果你要 結果你衝過去然後放一個輔助技能 這一個很尷尬的事情 但是呢 我還是會用原地掛架 我盡量呢 盡量不要用當前螢幕 對盡量不要用我真的覺得 嗯 除非今天是 除非今天是平A獵人啦 用當前螢幕很香 因為距離很遠 但是不行 會因為這兩招 除非就不放這兩招 對不放這兩招傷害又差了一點點 嗯 好啦 其實打塔裡面就看個人 就看個人 對打完的話 我還是跟比招外面的王去辦理啦 這樣 我不覺得 我覺得我這套不一定會是最強 但是至少我現在用起來還算得體 因為我一定要放 有些人說那我不要 我不要放這招 我就把所有單體技能都放下來不就好嗎 但是我不放裝死 這個遊戲的裝死真的是神技 你知道嗎 真的 太神了 太神了 這個裝死一定要放在線上 一定要放在線上 所以我還是選擇放他 我還是選擇放他 打人 那以上就是目前打怪的AUTO方案設定啊 那我們再稍微補充一下打人的部分好了 如果今天是PK用的話呢 我覺得這裡要調整一下 現在還沒有調整 那我這裡呢 還是給各位看一下 主要主要 把我所有的鳥招全部都給他放上去 然後那我們這邊改成打人的方案 打人的方案技能呢 其實更簡單一點點 因為獵人嘛 如果今天不是平A的話 我就只能打控制 我的傷害不是重點 我要的是打控制 因為我有三招可以控制 我的衝鋒劍呢 一定可以打到暈嘛對不對 如果今天對方不差人魚卡的話 那我的閃電衝擊跟獵鷹突擊呢 因為會配合震懾這個技能 對會有機率會暈眩對方三秒鐘 所以呢 我就這三招呢 就給他放在一起 剛好這三招都是指定技 所以我們就給他放著 那接著呢 還有兩招我會放什麼呢 就是放我們的推人的招式啦 多重跟瑞色啦 就默默的把對方給推走 如果有看我打直播的話 會發現我都會把一些人給推走 然後就一對一 單挑的情況下 如果對方沒有插人魚卡的話 基本上不太可能會輸 不太可能不太可能 除非是滿暈 全暈的極速刺碼才有辦法 很像沒有辦法可以阻止得了 多重瑞色加上三招暈擊的獵人就對了 真的是有那麼一點點的過分啦 好但是可以發現 這個時候我就完全不放輔助技能了 因為我放輔助技能 只是增加我的傷害而已 所以我就不放 對完全不放完全不放 能不放就不放 能不放就不放 頂多就放星神 因為星神的話可以幫我補一下我的 SP 補一下我的CD 可是我現在CD也夠 所以我可能連星神都可以拔掉 不過星神倒還好 因為他的CD很長 一局大概只需要放個 頂多兩次 頂多到三次 因為他一次時間要兩分鐘 所以這個我還會放 但是我覺得如果真的要更強的極速獵人的話呢 PVP的話應該還要再放上陷阱系列的 只是不過 對啦我就沒有弄了啦 而且現在圓一列是1.5秒一個嘛對不對 不像以前可以直接丟 以前直接丟的話 如果換成陷阱獵的話 應該會很噁心 不是換成陷阱獵 就是這一套呢 再把一些技能補到陷阱上去的話 應該會有點過分 呵呵 比控制更控制 你知道嗎 有睡魔然後有定位 光這幾個就夠幾吧 然後再凍霜 反正現在的陷阱 已經有那麼一點可憐了就對了 所以就不用了 等未來再說吧等未來再說 或是攻城戰的時候 maybe可以用一下 對攻城戰或許不錯耶 我就說 呵呵呵 好不行不行 不要想那麼多 不要想那麼多 以上就是目前的拳套 我在RO用AUTO練功打怪 或打人的情況 因為基本上我還是會開AUTO啦 但是呢 我會自己去走位就對了 盡量不要讓AUTO來控制我的走位 而我去控制我的走位 反正我就是放技能嘛對不對 只是我的搖擺真的是有那麼一點長就對了 這個感覺真的是有點痛苦 你知道嗎 他的僵直啊 他的僵直真的太長了 你看我走 放一發走一步 放一發走一步 真的太 太不行了 呵呵呵 太笨了太笨了 我就連普攻就好了 我就連普攻 我現在 他現在自動普攻了對不對 我普攻中間要走路 都還是很蠢的一件事情 對真的是太Lag太Lag 真的是急速地有點慘的地方 我希望哪一天有救 對我希望哪一天有救 但現階段也很像沒那個辦法 呵呵 OK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有喜歡的話 歡迎訂閱按讚加小鈴鐺 那Discord已經開放囉 連結就在影片下方 如果想要加入 可以跟我一起聊天 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就歡迎進來吧 對 雖然我很少出現就是了 我沒想要是 第一次電話 第一次電話 再說一會兒 我比較會 麻酒